早上九點不到 台北市人氣早餐 富航豆漿生意好到爆 人潮在二樓蜿蜒排隊 延伸到一樓中校東路上 最近蔡總統送限定早餐 給奧運返台選手們 民眾也想嚐嚐 蔡總統有送奧運選手的嗎 有 有看到 對啊 就是看到所以想吃 沒拿過啊 但很久沒吃了 想說最近剛好這新聞 早上就過來走一下這樣 不過滿滿人潮 排隊得等一個半小時 人氣名店疫情期風險高 儘管疫情警戒降級 但是否開放內用 柯文哲說還要觀察週末狀況 而民眾倒是有不同看法 生命還是重要啊 還是不要內用的比較好 因為這個病毒實在太厲害了 我如果有條件的開放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因為其實很多地方 它的生計好像都會因為受到影響 就是位置分開一點點 然後可能大家可以保持好那些洗手的規定 其實我覺得開放的話是對大家都還不錯 事實上如果店家開放內用 卻出現確診者的話 營業場所要進行清銷 還得關閉三天 所有人員必須持PCR陰性證明 才能夠復工 不過有業者還是希望能部分開放 加以因為發生群聚 立刻就改為禁止內用 飲食內用是否解封 雙北還在討論中 不想因為一時鬆懈造成防疫破口 TVBS新聞莊全省獎得到 請訂閱按讚分享TV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